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到用户组前线 我们首先要讲解的是用户的管理 语法如上 user add 加选项加命令 简单介绍一下常用的几个选项 -d加路径就是会指定一个新建用户的工作目录 但是指定以后并不建立该目录 -m是用来建立该目录的一个命令 -p加密码就是设定该用户的登录密码 在此我也没有写出来 因为比较简单嘛 -c就是在密码备注栏中的一个提示 当我们忘记密码的时候看到这行文字可能就会回忆起来 -g是指定用户所属组群 -g是指定用户附加组群 然后就是修改用户信息的命令 我们用user mode 命令选项和命令语法都与上个命令相似 需要提示的是-l加名称 再加用户名就是更改该用户的名称 接下来是user delay 我们删除用户用user delay -r的含义就是连同他的工作目录一起删除 我们说一说关于密码管理的命令 我们都知道root用户可以更改所有用户的密码 而一般用户只能更改其自己的密码 而更改密码这个命令是什么呢 就是password psswd加选项加用户名称 选项有三种常用的 -l-d-u 就是锁定账户 删除密码和解锁账户 接下来我们说一说一个非常常用的命令 so 我们知道我们经常用su来切换root权限 而获取root权限 su我们当我们只输入su没输入user的时候 他就默认是switchuser root 就是切换到root用户权限下 然后我们键入密码就可以切换到root权限了 而其真正的语法就是如图所示 su加选项再加用户名 选项常用的也有三种 -就是使用户与其变量相符 -s加shell 就是指定一个执行命令的shell 就是指定 该用户所执行命令的一个程序 一个shell程序 -c加命令 就是执行一个命令后就恢复为原来身份 这也保证了Linux操作系统的安全性 使用这个比较简单的命令who mi来显示当前身份 who mi是用来显示当前用户名的一个命令 而这个分隔开来的who mi是用来显示有效ID和时间的一个命令 我们也可以用这个who 我们只输入who就可以显示相关 呃与该用户相关联的用户列表 接下来我们来讨论关于组管理的相关内容 组管理的相关语法和用户管理的相关语法十分相似 都非常的简单 语法非常的易懂 大家可以从屏幕上看到创建组的相关语法 嗯 创建组有以下三种选项 -g加gid-r-f 分别代指是指定组的ID号 -g加一个数字 就是给该新建组付一个特定的ID号 -r就是加入加入组ID号 低于499的系统账号 关于系统账号JID 我们上期视频都详细介绍过 在此也不多提 好 嗯 现在屏幕上所显示的命令是关于组组的修改与设置的一个命令 语法也非常简单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其中有一个选项是-n加name就是更改该组的名称 组删除的命令也非常简单 groupdelay加名称就是删除 以该名称命名的组 讲解一下jpassword这命令 jpassword这命令是用来管理组的成员密码和管理员的一个命令 功能是文字全面 嗯 更改不同的选项可以获得不同的功能 嗯 在此我们列举以下四种 我们可以通过更改选项添加用户到组 从组中删除用户 设置组的管理员 和设置组的密码等等等等 下面是关于newgroup这个命令 newgroup这个命令我们不多看PPT什么 嗯 我举一个例子 大家就会十分的明亮 嗯 如果当前用户为小A 且当前用户只属于A组 执行命令之后 当前用户小A既属于 嗯 A组也属于B组 两个组 这样小A用户重启之后 就会具有 A组和B组两个组所具有的权限 这个小A的权限就会增加了一些 这种功能在实际应用中也是经常应用得到的 所以说这个命令也是值得大家认真记忆学一学的 接下来我们要讲解的内容是关于文件所有权这部分内容 这个部分内容也是非常重要的 说到文件所有权 大家可能也似曾相识 因为 在我们讲解Linux文件系统的时候 我们讲解过这一部分 就是这一排的文件属性 呃 我们今天所要深入介绍的就是 Permission 就是第一部分 呃 的 具体含义和如何设置这个 权限 呃 设置权限的方法 好 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Permission Permission的具体含义 Permission这一部分 我们一定要把它分为两个部分 就是第一个字符为一部分 剩下九个字符为另一部分 第一个字符 它有三种情况 一个是杠 一个是D 一个是L 分别代表是常常用一般文件 D代表的是 目录 L代表的是符号链接 常用文件和目录一般都比较常见 L我也没有具体见过 然后剩下的九九位字符 我们把它分为三组 每组为三个字符 好 我们介绍一下就是 第一组 第一组 我们分为三组嘛 第一组的含义就是 关于当前用户的权限 第二组的含义是关于 呃 该组的权限 第三组就是其他用户的权限 我们解读一下 呃 该文件的权限 就是用户可读 用户可写 用户可运行 然后第二组 组 组可读 组不可写 呃 组可运行 第三组就是 其他用户可读 不可写 可运行 这个横杠的意思就是不可 不可 它对应的位置如果是 写 就是不可写 如果是读 就是不可读 如果是运行 就是不可运行 嗯 嗯 这也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一点 R代表的是锐的 W代表的是Wate X代表的是运行 Execute 读写运行 三种 然后说一说关于更改所有权的这一部分内容 更改所有权分为两种 一种是更改所有者 另一种是更改所有组 嗯 说一说更改所有者 ChangeOn-R User Usergroup 再加文件名 嗯 再次我要说一说这个-R的含义 -R的含义就是地规 地规更更改 嗯 比如说我们这个Metfield是一个文件夹 是一个目录 嗯 我们加上-R 他就会将其将该目录下的子目录 或者子文件 都更改所有者 这是一个比较严谨的命令吧 应用也非常广泛 当然我们在建入命令的时候 这个中国号就不需要打了 下面是ChangeGroup-R 嗯 Metfield Group Metfield 语法都是非常相似的 也非常容易 非常简单 非常容易理解 下面是两种 设置 全线的方法 首先介绍第一种 ChangeMode-R -R也是地规的意思 我们刚刚也提过了 U加XO 减R 再加文件名 它的含义是什么呢 就是User 该用户 添加一个可运行的功能 全线 其他用户 OtherUser 嗯 减少一个 可读的全线 这样 这种类型的 设置方法 非常的直观 简单 嗯 大家也比较容易理解 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它的参数含义 首先 U是User 当前用户 就是第一组的 那一部分权限 然后Group Group就是第二组 那个组的权限 OtherUser 是就是 其他的权限 这个第三组 OA代表的是 所有用户 呃 添加或减少一个 权限 呃 Operator这符号 有加减等于 分别 分别对应 不同的功能 添加 或者 添加功能 或者减少功能 等等 第二种设置方法 就是用数字设置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例子上 有个766 这个数字 大家可能会 对这个数字感到疑惑 它到底是什么含义呢 我们都不知道 好 接下来我会给大家解解释一下 这个766到底是个什么含义的 在我们这个Linux的程序设计者呢 他他给这个锐的权限付了一个4 数字4对应的是一个数字4 呃可写学内对应了一个数字2 可运行学内对应了一个数字1 所以说这个当我们计算权限的时候 可以用加法计算 如果他有读写 读写这两个权限 就是4加2 就是6 如果他有写和运行 这个权限就是2加1等于3 所以说7的话就是4加2加1等于7 就是可读可写可运行 就是7 6的话就是可读可写不可运行 如果可运行就是7了 不可运行才是6 所以呃这个的这个这个766的含义就是 用户可读可写可运行 组可读可写 其他用户可读可写 大家明白他的含义了吗 好我们做一个题来巩固一下 刚刚所学的知识 这边帽子755 再加一个平常的文件 一个regular fill 嗯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首先第一个杠 因为他是一般文件 所以说我们我们添加 我们使用这个横杠 7说明用户的权限是可读可写可运行 RWX5呢 说明呃组用户是4加1可可读不可写可运行 然后其他用户的权限 嗯也是5也是可读不可写可运行 所以说大家心中我想答案也已经明了了 是不是就是第一个 今天内容也就全部结束了 做一个总结 今天所所讲的主题是用户组和权限的一部分相关内容 主要讲解了用户组和用户组的管理方式和文件权限的修改和设置 通过今天所学内容 我们我们学会了如何设置用户组的相关信息 如何更改设置文件的所有权和文件对于用户和用户和组和其他用户的权限 所以今天我们所讲内容也是非常实用的 也是非常重要的 呃由于我们视频要缩短时间提高效率 而且今天所讲的尤其是命令语法非常简单 我们就不多加演示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打开虚拟机独自实验一番 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接下来今天我们作业 非常简单就是两个建立一个用户 添加密码 建立一个文件夹 更改他的权限 这么简单的含义是什么呢 我只是想给大家一个机会 让大家让大家打开虚拟机独自示范一下 其实非常简单 有希望大家能够培养去学习NUX的兴趣 好 下一个主题 下一张我会讨论关于sudo和sl的一些一部分相关内容 内容并不并不复杂 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我的视频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